大家好,我是永恩,英文叫Alice 大家好,我是Alice 我介紹我現在做什麼工作 我現在的工作服侍的對象是一班智障的人士 以及一班有特殊需要的人士 我工作為私人需要的人 我介紹完自己的積劫之後 人們都會說,你很有愛心、耐性 但我想跟大家說 以前的我不是這樣的 我只是想說 以前我的肚子很不錯 沒有什麼耐性 讓我講一下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轉變 我生長在一個基督教的家庭 爸爸媽媽都很疼自己 和弟弟的關係也非常好 我一直在成長的階段 到六歲,一直都很幸福 經常跟爸爸媽媽一起回教會 一起去祈禱 我一直在教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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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一直在教會中 跟父親也在教會中 我六歲的時候 我爸爸被確診有末期的癌病 當我六歲,我父親接受癌症 我覺得反轉我整個家庭 好像把我的家庭顛覆了 在我自己,我很埋怨上帝 我覺得我認識的上帝 是一個祝福的上帝 我認識的神,我認為他充滿祝福的上帝 為何他會令我家中遇到這樣的情況呢? 為何我必須在家庭上的情況下? 但我看到我的父母,他們對這個神很有信心 我看到我的父母,他們仍然很希望和有信心 當時他們繼續回教會 而我便開始慢慢決定 我不喜歡這個上帝,我要靠我自己 有經歷過很多事,我決定我不相信這位上帝 我覺得這位上帝不是一個對我自己好的信仰 我經歷過很多事情 我經歷過很多事情,然後令我真的覺得 這位上帝,我不想再相信他 慢慢地偏離了軌道 當人要靠自己的時候,慢慢地向絕對 慢慢地走過去 當我們開始靠我們自己 我看到自己開始走到一個神經歷的路 我一直覺得我靠自己的小聰明 靠自己的能力可以走一條對的路 我一直以為我靠我十六歲,反半期 我約十六歲 拍拖,女生初戀,分手 我感到懷疑,然後經歷了 有一個藉口令我每晚出去喝酒 當初我出去喝酒很堅持,我只是喝酒 不會做任何很過火的事,甚至不會碰毒品 我開始說自己只喝酒 不要觸碰任何藥物或做任何事 到朋友的影響慢慢地接觸到毒品 但後來,在朋友的影響,我開始喝酒 毒品令到我的人生很無尊嚴 甚麼都沒有了 毒品令到我的生命令我失敗了我的自信 有一次在家裡吸毒過量,就被爸爸媽媽發現了 我當時在家裡在家裡被發現了 即使他們發現了我有藥物,他們沒有拒絕了我 他們沒有拒絕了我,他們沒有拒絕了我 他們更加關心我,問我 女兒,是否你有甚麼缺點? 是否有甚麼,他們做得不足夠? 當時我當然不會理會他們 當時我當然不會理會他們 當時,當然,我只會拒絕他們 最後我更加離家出走 自己搬出去住 搬出去住已經要錢吸食和毒品,需要更加多的金錢 所以我離家後需要錢去移動 加上我需要錢去喝藥物 在這段時間,我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令到自己獲得更加多的金錢 甚至去販賣毒品 在這段時間,我用了不同的方法 去找錢去補充毒療法 在這段時間 毒品令到我的人生很黑暗 就像這幅圖片一樣 很黑 下一段時間 謝謝 毒品令到我的人生很黑暗 就像這幅圖片一樣 原來是我離開天父 但天父一直都沒有離開過我 其實我發現 我自己離開了神 但神永遠沒有離開我 上帝很愛我 他沒有把我丟下一個 又讓我在毒品中 去迷失 神永遠愛我 神永遠沒有離開我 他成為了我黑暗中的一點光 他在我的黑暗中 然後我認識了基督教護外中心 當初我進去 打算讓父母休息一會 不要再擔心自己 讓他們知道我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我當初入村 第二個星期 有一個晚上 我自己在房間裡 哭了 很埋怨自己 I was crying and I really blame myself 那房間裡只有我一個 我打算要收拾心情 就隨手揭起一本書 so I was just start to get myself together and then I get hold of a book 書裡面 原來夾著一張書簽 書簽裡面說著 看啊我做新天新地 從前的事不再被紀念 也不再追上 你們當因我所做的 永遠歡喜快樂 then I find there's a bookmark saying that Behold I will create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the former things will not be remembered nor will they come to mind but be glad and rejoice forever in what I will create 大家相不想像到我哭得更加的厲害 so then you can you imagine I cry even more 我在我相信了這位上帝 即是知道這位上帝二十幾年裡 so since all these twenty something years I know about God 我第一次感受到上帝在我的身邊 很實在地這樣陪著我 I was really feel that God is really next to me He's really with me at that moment 他很明白我的需要 他知道我的軟弱 他去幫我去釋放我自己 He really knows my weakness and my need He really helped to release me 就是這樣 在那一晚我和天父認罪 for that moment and that night I was repented to God 我告訴天父 我願意再一次把我生命的所有主權 加回到你的手上 I said to him God I really want to give my life to you again 在那一年我重新的和我家人 修補我的關係 重新的把我的生活作息 重新的去調整 更加重要的是我重新去認識這位上帝 不再是好像小時候這樣 正在頭腦上去認識 It's not like when I was a child Only the mind knows about God It's just about the knowledge 以前我很埋怨上帝 因為為何要讓我吸毒 為何要讓我吸毒 為何要讓我吸毒 令我所有的朋友都沒有了 I was really blamed at that time about God Why He let me having drugs become an addict and let all my friends who was away from me But then through all the experience God is really giving me more friends All my friends back within the church 剛剛說過 我是姐姐 我有個弟弟 So you remember I have a younger brother 其實我弟弟是四年 所以其實我對家裡的傷害 他完全是知道 我甚至知道 他曾經是很不喜歡我這個姐姐 He fully understand the harmful that I caused for the family and he really dislike me 所以縱然我回轉 在我心裡仍然有一條刺 Although I turn back to God But in my heart There is something I have to deal with 有一天我不斷向天父祈禱 我說天父求你 為我和弟弟安排一天 一個合適的日子 I was really praying God please give me a date A moment That I can able to talk to my brother 有一天當我祈禱完託之後 我去敲我弟弟訪門 Then after I finish prayer I knock on my brother's door I said to my brother I said to my brother I am so sorry 希望你可以原諒過去的姐姐 I hope you can forgive my past 能夠給我機會重新去認識這個我 I hope that you give me a chance to know to let you know about me 那一刻我和弟弟一起哭了出來 And both are first cry 我們重新有一個很大的擁抱 And then we really have a very huge hug for each other 我們的關係甚至比以前更加好 Our relationship even much better than before 看不見到這裡有一疊信 So you see all these letters 就是我在女村訓練的時候 我和家人不斷寫信 Through the stay in the rehab center I've been writing to my family 在信裡面 我慢慢學會地 將我自己的感受 去跟他們說 他們分享 Through the writing I start to learn really share my feelings to my family 慢慢去建立我們曾經破碎的關係 I start slowly to re-adablish our broken relationship I remember when I first joined the rehab My parents said to me We are waiting for you to be back home But then now They said to me I am really proud of you This一切不是憑我自己的能力 而是上帝因為天父的愛 能夠將一切去改變 It is not because of me myself It is because of God changing me 很感恩 天父更加引領我去這間機構 有一個長期的服侍 I was really thank God That He gave me a chance to serve in this organization 以前我不懂得去愛人 更加不懂得去愛我自己 Before I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love people Not even don't know how to love myself 但現在我懂得用上帝的愛 去接受愛 以及去愛其他的人 But now I know through God's love I know how to love myself and even the people around me 我更加在2015年加入了教會 是收了針的 I was baptized back in year 2015 但是信了耶穌回轉的時候 當中都有經歷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跌倒 很多的迷惘 Although I back to God But through the period of time I still have fallen and frustration and things happen also 但我知道 我的耶穌 我的天父一直在 But I know that Jesus is always with me 是的 仍然會去經歷過 一些自己認為不好的事情 Although I've been thinking back You know what happened What I did before 但是我不再像以前 去埋怨我的神 But I no longer blame God 而是我會去問天父 求祂幫助我 Instead I will go to God and ask Him God please help me 我知道上帝有祂的旨意 在當中 I know that God always have a purpose 當我願意去順服 願意利用信心去擺上的時候 Then if I put my faith into Him 祂給我的 將會是超出我的所想所求 Then He will give me something extra that I can never ever imagine 所以我感謝天父 因為這一切都是我百八得來的 I really thank God because I really get it for free from Him 感謝天父 再將一次最大的讚美給我們的天父 Then thank God I want to give all the glory to our God Thank you